大家好 欢迎来到买买房屋知识的第六集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税费与手续费 在买买房屋过程中 税费与手续费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影片中 我们将探讨买房税费与手续费 卖房税费与手续费以及税务减免方法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部分买房税费 手续费与房仲费用 在买房过程中 除了房贷利息和本金外 还需要支付其他税费 手续费与房仲费用 买房的税费包括印花税 土地增值税和弃税 手续费包括不动产权状契约费用 公正费、房屋登记费等 这些费用总和可能占总房价的10%以上 因此在买房时需要考虑这些偶外费用 而房重费用 通常卖屋最高给4% 买屋的最高给2% 第二部分 卖房税费与手续费 在卖房过程中 也需要支付一些税费与手续费 卖房的税费包括不动产税和所得税 手续费包括房屋出售契约费用 公正费和房屋抵押权解除费用等 偷样地 这些费用也可能占总房价的10%以上 需要在出售前计算好 第三部分 税务减免方法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税务减免方法 在买卖房屋过程中 有些税务可享有减免或免除 可以减少买除了以上提到的税务减免方法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减免措施 例如房屋改善贷款减免等 但是 每个税务减免方法都有其自己的限制和条件 需要仔细了解和评估是否符合条件 才能够申请减免 当然也可以洽选我们 以方便您了解更多 总结一下 税费与手续费是买卖房屋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问题 在买房或卖房前 需要充分了解这些费用的类别和金额 以免影响到财务状况 同时 也需要关注税务减免方法 减少不必要的负担 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的了解买卖房屋的 税费与手续费问题 希望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